这是美国之音11月2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演播室里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 我是许波 中国和俄罗斯及其前身苏联建交60年来 两国由亲密的盟邦关系走向对立 直至最后兵戎相见 前苏联崩溃以后 中俄两国出于地缘政治和共同利益方面的考量 外交关系逐步升温 最近又不断出现新的结盟迹象 但是时过境迁 经历了60年的风风雨雨 中俄两国的国际地位和实力对比 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今天我们邀请到华盛顿研究机构 尼克松中心的执行主任 美国政策性刊物 国家利益的合伙发言发行人保罗桑德尔斯先生 到我们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的演播室 和我们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一起 探讨中俄关系的过去现状和未来 尼克松中心是美国前总统尼克松 创立的一个专门研究外交战略和国家政策的智库 桑德尔斯先生在节目中讲的是英语 您听到的是同声传译的声音 在节目进行当中 我们欢迎各位听众和观众朋友 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长途电话参加讨论 向来宾提问题或者是发表您的个人看法 下面就是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电话 参与节目讨论的具体方式 另外我们也要提醒您 美国之音的节目除了通过短播电台和卫星电视播出之外 您也可以直接登陆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 用现场视频来收看我们的节目 并浏览其他最新报道和音像资料 我们的网址是www.voachinese.com 接下来我们就进入现场讨论 桑德尔斯先生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 Thank you 谢谢 今年是中国和俄罗斯 其实是同俄罗斯的前身苏联建交60周年 两国都分别举行了许多庆祝和纪念活动 不久前俄罗斯的总理普京访问了北京 双方签订了高达55亿美元的贸易订单 尤其是建立了一个双方 建立了一个叫做弹道导弹相互通报机制 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的关注 那么桑德尔先生 我想首先请您谈一下您认为中俄关系的现状是怎么样的 现在另外这次普京总理访问北京 对于提升两国关系起到哪些作用 毫无疑问 目前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是世界上当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 当然和美国和中国和俄罗斯之间的关系也是非常重要的 但谈到中俄关系的话呢 在当今世界上 有这么两个非常重要的全球的大国 而且是交壤的 所以这种情况也是很少见 所以这也就是让他的关系变得更加的重要 那么当然在过去的十年以来 他这个关系得到了长组的改善 那么普京他做总统的期间 他也是有功劳的 那么还有当然中国的领导人也有功劳 双方都做了努力来改善这样的关系 最近普京访华 很多人都把他看作是 有可能是 他最大的一个成就呢 就是在从俄罗斯向中国提供的天然气的一个供应的这样的一个协议 那么在这里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 他是不是真的能够做到呢 因为以前也签过好几个协议 有这个协议叫做框架协议 它不是一个合同 它后之后呢还要再进行谈判 然后才能够签订一个或者几个的合同 这个呢是我们需要拭目以待的 要以此做一评估 看他是不是能够真正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合同 并且能够真正的建这些署友管道 好的 那么这次普京总理访问中国的成果 除了双方签订了这个巨额的贸易订单之外呢 当然不一定是订单了 是框架协议 像您说的那样 更重要的呢 国际观察人士认为 更重要的是双方建立了一个叫做 弹道导弹相互通报机制 谁要发射弹道导弹 互相要通知对方 那么国际观察人士对这件事呢 很重视 很多我看评论文章认为呢 说这是这个标志着中俄双方军事蜜月期呢 重新开始 有人甚至把它认为是一个准军事联盟 那么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这个弹道导弹发射互相通报机制 都有哪些重要的战略意义 为什么说对两国关系的提升很重要呢 您看 它当然是非常重要了 我觉得至少呢 人家是这么把它看的 觉得它是相互建立互信的一种措施 这样的话呢 通过采取这样的步骤的话 双方都能够感到更加放心 因为这两个大国是邻国 而且呢 两个都有很有力的这种 导弹的这种能力 当然俄罗斯相对中国来讲 更强一些 另外呢 还有就是它也是和美俄关系呢 有影响 因为现在俄罗斯和美国一样 正在进行军控 那么双方呢 都是声称要这样做 这样的话呢 就给俄罗斯带来的压力呢 更大 那么相较美国来讲更大 因为美国相在西半球 相对是比较独立的 从地理上来讲 离世界上其他的这些 有导弹的能力的国家来讲呢 还离得很远 很多的国家呢 他们也没有 很少有这种远程的 或者是洲际的导弹 来到达这个美国 而中国呢 离俄罗斯就很近 而且它的这些短程的导弹 就足够了 所以任何如果有冲突的话呢 短程导弹就够了 所以那么现在美国和俄罗斯 有可能会要进行军控 可能要进入到这种 更低一级的这种导弹 那么俄罗斯呢 可能就在和中国的关系上面呢 希望能够寻求更多的一种互信 建立这样的一种 像这样的一种互信的机制 那么是非常有建设性的 好的 那依您的说法呢 其实主要 这个导弹互相通报 弹道导弹互相通报 这个机制呢 实际是一种军事互信的 这样一个机制 美国和俄罗斯之间 有这样一个机制吗 有的 当然有 我们有这个机制 已经有很长时间了 这个可以说是几十年前 就建立起来的 是最早的 美苏之间的这种 军控的协议的一部分 当时这个协议也是非常重要 就是说如果有可能的危机的话呢 有这样的一些体制在 那么这样的话 双方就可以知道 如果有一个导弹发射的话 它是一个测试的话呢 那对方很早就可以知道了